第232集 李强的神眼看得一清二楚 诺索顺着洞壁一直向里窜去 地洞不算大 顺着通道很快就要来到一个大厅 大厅正中有一根巨大的石柱 和刚才看见的石柱图腾一样 不过这根石柱是法宝形成的幻象 李强清楚地看见诺索贴地飘了进去 他笑道 把通道打开吧 如果让我出手破解 恐怕整个阵势都要完蛋了 诺索吓得从阵法里窜了出来 坏速凝行后惊恐地说道 前辈不要 这个阵势守护着我们整个楚屋族 如果被破掉 我们楚屋族就会被灭族的 李强笑道 我只是提醒了一下 并不是真的要破解 好了 让我进去吧 诺索唧唧咕咕地念着咒语 不一会儿那根石柱开始膨胀扩大 很快就将李强包裹进去 石柱上刻画的圆圈就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 李强笑嘻嘻地摇着折扇 看着那些古怪的圆圈围绕上来 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感觉就像沉入水中一般 李强和诺索笔直地向下沉去 大约过了几分钟 深周环绕的圆圈逐渐消散 眼前忽然一亮 李强发现自己又到了一处幻境 不过修真剑的幻境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 在他的神眼下所有的幻象都能被看穿 诺索说道 请跟着我走 这里的幻境很厉害 到了里面就是普通的幻境了 李强凭着一双无与伦比的神眼 早已看清有两层大型的幻阵 外面还有很厉害的沙阵 里面只是一般生活居住的幻阵 他笑道 你们的族人都住在里面 诺索点头道 哎 都住在里面 不敢出去啊 在诺索的带领下 李强很快进入了里层的幻阵 这是一片美丽的绿色平原 有平整的草原和森林 李强发现这里的幻阵不够精细 他用神识探视了一下 这只是一个初级的幻阵 里面没有四地的变化 也没有鸟兽虫鱼的点缀 更加没有风雪雷雨的转换 想当年在星星宫时 李强曾经见识过一座很了不起的幻阵 幻空大阵 比现在的阵法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 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木楼 李强在峡谷里已经看见过这样的木楼了 木楼前同样树立着两根石柱 李强好奇地问道 你的俗人就生活在这个木楼里吗 诺索答道 没有 他们生活在另一边 这里是乌老的筑地 乌老算到你会来 算到我会来 李强大吃一惊 自从修真后 除了知道远古上人会预测外 还从没有听说过谁能够预测未来 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竟然遇见这种人 他不禁有些兴奋了 要知道李强正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 若是有人能够预测 他就可以得到有用的信息了 诺索飘进木楼里 不一会儿就听见里面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鬼可静静 李强闪身挪移了进去 这是一个不大的地方 没有任何家具 光可见人的地板上 盘腿坐着一位老人 瘦削的脸庞上流着雪白的胡须 一头稀疏的白发 拖到了地板上 他身前的地板上 欠着一块一尺剑方的镜子 老人眯着眼看着李强 半赏 说道 哎 想不到 千辈这么年轻啊 抱歉了 我一直瘫在这里 无法给您行礼了 诺索势力在旁边 听到老人的语气 吓了一跳 那是对长辈恭敬的称呼 李强盘腿坐在老人面前 盯着他 似笑非笑地问道 乌老是如何知道我会来的 乌老是个人老成精的家伙 他微微一笑 眯着眼睛 低头 看看眼前的镜子 说道 楚乌族 一直靠着一件宝贝 和特殊的乌书 才生存到现在 您来这里 呵呵 我早就知道了 一直在这里 等着您来 他稍稍一顿 又说道 我知道 您很了不起 是个厉害的修真者 不过 他突然停下 静静地看着李强 李强知道 乌老对自己 一定是有所求的 他直接了当地说道 乌老 你有什么尽管说吧 我们也算是互相帮助 乌老说道 自从我把自己的灵魂献给社圈后 我就一直摊在他的面前 任何事情都是由诺索来传达 普通人 普通人无法走进我的小楼 只要一进来 就会被社圈 夺走灵魂 我做了除乌族的乌老后 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唉 李强问道 是不是要我治好你的瘫痪 乌老眼里放出光来 伴上他常叹道 前辈若能治好我的瘫痪 唉 社圈的功能也就永远失效了 算了 我也习惯和社圈在一起了 诺索 去找点好吃的来 诺索问道 尼石洞的鱼珠快要成熟了 我去摸一点来 乌老说道 诺索 你小心点 尼石洞里的眩流泥很麻烦的 你是修炼过的精魄 离灵体境界还早着呢 虽然不怕眩流泥 但还是小心一点好 他絮絮叨叨的嘱咐着 又对李强道 诺索 一直是社圈的使者 照顾我很久很久了 人老了 总是不放心呢 诺索 你去吧 诺索应声潜入地下 李强说道 乌老不用忙了 说说需要我做些什么 乌老苦笑道 前辈在地面上看到的荒废的居住地 那是我们储屋族世代居住的地方 哎 在几十年前 我们储屋族还生活在那里 可是 自从峡谷另一端来了一个修真高寿后 一切都变了 李强问道 怎么 怕不让你们居住 乌老 摇摇头 不是 是我在社圈里发现 若是我们还居住在上面 那么 一年之内 我们储屋族 必定会被灭族 所以 我让全族的人 都躲到地下来生活了 李强感到不可思议 你 你是说 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仅仅凭着社圈的预测能力 你们全族 就躲在地下生活了这么多年 乌老点点头 用手将垂下的白发 向肩后顺距 无奈地说道 每过三五年 我都要在社圈里 重新推算一次 唉 每一次的结论 都是一样的 李强用折扇 轻轻敲打着掌心 说道 那就是说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你们全族迁回地面 在一年之内 就会被灭族 他心想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遇到 社圈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乌老苦笑道 去年 我用社圈推测 已经又变了 一旦我们 储物族 迁移到地面 立即就会被灭族 不过 我同样 也测到前辈会来 只有您 才能化解这场劫难 李强 李强沉思片刻 摇头道 不对 这世上 不可能有 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 那人一定和你们 有某些关系 不然 他没有理由 对你们出手 即使他是一个 邪恶的修真者 他也应该有一个 下手的理由 你没有说原因 乌老没有想到 李强如此清醒 他苦笑道 前辈 唉 他欲言又止 看了李强一眼 下意识地 用手摸着 摄拳光滑的表面 半晌 他似乎下了决心 说道 是我们储物族的人 无意中 伤了那人的弟子 那人找到这里后 就一直徘徊不去 李强垂下眼帘 盯着手中的折扇 问道 伤了他的弟子 有多重 乌老不安地摸着摄圈 说道 还剩一口气 被我们储物族 封在乌冰里 我们用尽了救治的方法 还是救不活他 唉 只好把他封起来 他的师尊还在找他 找不到他是绝不会 善罢甘休的 李强问道 他怎么知道 自己的弟子就在这里 乌老说道 当时 他的弟子 发出求救的法宝 那人能判定 就在这里 只是 他无法确定 是谁干的 李强说道 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争斗的原因 乌老垂下头 雪白的长发 从尖头滑落 他低声说道 是为了一颗灰春骨的 原羊丹 那是一件奇真 我们整个储物族 只有族长 快要修到原鹰气了 有了原羊丹 储物族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 修真者 可惜 李强不由的苦笑 乌老说话 留半句的习惯 让他很不适应 他说道 乌老 谁先得到了原羊丹 乌老的声音很低 好在李强现在的耳力惊人 不然还真是听不清 就听他淒淒爱爱的说道 是不是我们族长 李强也没有得到过原羊丹 但他知道原羊丹对于出入原鹰气的修真者意味着什么 那是可以巩固原鹰的灵丹 对于出入原鹰气的修真者来说 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李强说道 最后你们族长得到了原羊丹 乌老摇头道 被毁掉了 我们族长同样也受到重创 因为没有灵丹救治 他也被乌兵封了起来 现在我们储屋族没有族长领导 我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族长 无论怎么推测 社圈显示的储屋族的首领 还是被封住的族长 一道青烟飘起 诺索宁情后 取出一个黑色玉盘 笑道 发现了两窝鱼猪 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 前辈尝尝看 鱼猪是我们这里的特产 特点就是香 吃完后 嘴里流香百日 让人很愉快的 李强点头道 诺索 辛苦你了 乌老 既然这样 你再预测 下面还会发生什么 他对储屋族的社圈 感到很好奇 很想看看 乌老是如何预测的 乌老犹豫了一下 说道 好 我马上就请社圈 帮忙推测一下 他开始连续念着咒语 速度越来越快 声音却含糊不清 让人听着就像是蚊子哼哼 不一会儿 社圈的表面开始烟雾缭绕 乌老的脸上露出一丝血红 他猛然大叫一声 啥 紧接着咬破舌尖 一口血水 喷上社圈 社圈不用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一块嵌在木板上的镜子 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只有被特定的人启动后 社圈奇妙的预测功能才会显现 随着乌老一口血水喷出 从社圈里升起五个拳头大小的气泡 就像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气泡缓缓地升了起来 在社圈上方一尺高的地方 五个气泡化作五个圆圈 乌老又吃力地念了一段咒语 五个圆圈里出现了淡淡的影像 就像放电影一样 每一个圆圈都有影像出现 这是极淡的 闪动也极快 不注意 根本看不清楚 李强是第一次看到社圈的预测 里面显示的内容 他无法及时把握 大约过了一分钟 五个圆圈陡然破碎 化作五道青烟缩回社圈里 乌老脸露喜色 说道 谢谢前辈帮助我们 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还没有说完 浑身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诺索赶紧取出一颗黑色的丹药 未进他的嘴里 乌老痛苦地摆了一下手 闭上双眼 不再说话 诺索解释道 乌老每次请社圈 预测后必须有三天的恢复时间 预测是很伤人的 李强突然笑道 若是我马上离开 这个预测不是就不准了吗 乌老勉强睁开眼 轻声反问道 前辈真的会离开吗 李强顿时哑口无言 他知道自己是不会离开的 他说道 好了 社圈确实了得 乌老你休息吧 这件事情我管 乌老闭上眼睛说道 我知道的 诺索举起黑玉盘道 前辈 尝尝鱼珠吧 我已经洗干净了 壳子要吐掉的 鱼珠有点像葡萄 椭圆形 明黄色 一颗颗的紧挨在一起 只有手指头大小 样子很好看 李强拿起一颗放进嘴里 轻轻一咬 咔一声清响 一股浓郁的芬芳散发开来 味道有一点点甜 李强吐出壳子赞道 其实很香 不错 吃了几颗鱼珠后 李强开始闭目修炼 他的修为已经超越了杀戮之心境界 这个境界对他的心智没有太多的影响 清帝托孤星转告他节制的意思 李强已经很明白了 只有修为超越了境界 才能完全把握境界对自己的影响 所以李强一直很小心的 不让自己立即进入下一个境界 毕竟现在的实力够高了 除了先进来的人之外 修真解已无人可以与之抗衡了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 李强和乌老几乎同时睁开眼 两人相视一笑 乌老说道 那人来了 李强站起身来 我去和他谈谈 诺索 你带我回地面 诺索应声从社圈里飞出 说道 前辈请跟我来 乌老不放心地叮嘱道 我们储物族的希望是能够和平解决 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只要能保住储物族 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希望前辈帮助我们争取 我会把自己预测的一些情况告诉您 这关系到前辈的命运 李强已经走到门口 听到这话 又回过头来说道 我会帮助储物族的 但是不是为了我以后的命运 而是因为吃了如此香浓的鱼猪 他转身出了门 无聊不由地苦笑 他知道李强是不愿意受到约束 在储物族广场上 被李强掀开的洞口前 静静地站着一个高大的修真者 他身穿亮银色的战甲 一抹荧光环绕腰间 那是他的飞剑 他靠近洞口查看 似乎有些疑惑 他看出这是新发掘出来的 像是用大法力硬生生扒开的一个口子 这份功力他自叹不如 那人四处张望了一会儿 又犹豫了片刻 他准备在洞口外面 布上一个沙阵 然后再进去 没等他动手 一道金光闪过 眼前出现两个人 那人大吃一惊 要知道会顺移的 都是修真界的高手 而且眼前这人的气势 自己竟然无法面对 他是分神器的高手 即使对方是合体器的高手 也不会让自己产生畏惧的感觉 对面这人浑身散发着令人恐惧的煞气 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飞剑化作七道阴芒 急速在深周盘旋 李强发觉这人功力很高 他似乎有很大的戒心 虽然没有攻击自己 但他的飞剑防护已然催动到了极致 李强暗暗苦笑 心想 我有这么可怕吗 这家伙看见我的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 哎 搞什么玩意儿啊 那人戒备的问道 你是谁 李强笑道 修真者见面 像你这样如临大敌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兄 收起飞剑 我们聊聊 他发出邀请 那人被李强这么一说 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他轻叹一声 说道 别见怪 是我心里有事 好 我们聊聊 诺索抢前一步 飞进一座木楼 说道 前辈 我去整理一下 他用法术 快速将木楼清理了一遍 飞身出来道 前辈 请进来吧 李强看了那人一眼 笑道 请 那人闪身挪移进去 他想在李强面前 显示一下自己也会顺移 李强微微一笑 也随后挪移到房间里 两人落座 诺索摆出鱼珠 和一些地下盛产的真果 摆好放好 便闪到李强身后站立 李强开玩笑道 看样子 诺索很擅长管家呀 我若有你这样的管家 可就省心了 那人坐定后 说道 我是八达星的修真者 风达凯 到这里来寻找弟子的 老兄是哪里的修真者 他目光灼灼的盯着李强 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他一看李强的修为就知道 自己弟子的事和他绝对没有关系 若是他动的手 弟子根本就发不出任何法宝来通知自己 李强微微一笑道 老兄 我是风原星的李强 风达凯身子一挺 师生叫道 李强 重旋派的李强 混是魔王 李强摸摸脸 嘀咕道 不会吧 是谁干的好事 怎么都知道我叫混是魔王啊 风兄 这是当初的一句玩笑话 哎 如今谁都知道了 不错 我就是重旋派的李强 没想到 风达凯恭恭敬敬的行礼道 达凯拜见师叔 这一声师叔把李强吓了一跳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侯披静 心里不由的疑惑 从来没听说过侯老哥说起我原始门的事情 莫非风达凯是原始门的弟子 他盲问道 你是原始门的弟子吗 听众朋友 感谢您